方立生这天出席慈善活动 已经担任了七年以上大事的他 同事点滴式生命的荣誉顾问 加上自己是游泳运动员的身份 所以他坦言有关于水的事情 都会特别留意的 水呢对我以前来说呢 其实感觉是随手可得 还有就是免费的 因为以前游泳嘛 每天都泡在水里面 有时候每天要洗澡三遍 就是早上练完 下午练完 然后晚上回家 淋水之前还要洗澡 所以觉得水呢就是免费啊 很容易得到啊 但是当我做完点滴式生命的大使 都当了他们七年以上的大使之后呢 去了很多次的探访 当然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 他们居住的环境 气候的环境是根本 就是很难拿到就是水的 而且呢有些地方连干净的水都很难得到 那些水都是泥水啊 好像奶茶一样的颜色 非常不健康 所以我这几年都改了我自己很多很多的 用水这方面的坏习惯 洗澡快了很多啦 也没有泡澡啦 还有就是刷牙的时候也不会敞开着那个水啦 这样子 那小方的择偶条件可有因而改变呢 为什么 为什么我突然会选女朋友又会有改变 去完探访之后呢 当然做过这么多大使活动 我觉得人比较知足 那所以我喜欢比较 朴实啊 怎么说 朴实可以啊 喜欢朴实一点的 因为我自己平常 我刚刚都吃完香港最好吃的鸡蛋仔 平常都喜欢在街头啊 或者是大排档吃东西啊 所以喜欢朴实的女孩子 然后容易开心开朗知足的 诶 那现在有对象了没 之前就说太快 时间太敏感 可是你的朋友们还比你挤哦 朴实都跟你饭句 介绍你认识新朋友 哇 你太关心我了 有 有 没有 就是 其实 很老土地说 这个世界不是男就是女啊 只是我以前 很少 很少应酬 就是以前 工作完了之后都会回家啊 这样子 或者是 找女朋友啊 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 时间多了嘛 多了就 去 去 开心开心 那早前 小芳就约满旧东家 现在又有什么方向呢 公司方面 其实 现在还没有 明确的安排 对 但是很努力 很上进的去 去想自己 有什么 有什么 project 有什么计划 有什么的制作想做 看来小芳 无论在事业和爱情方面上 都要努力一点咯 香港报导 由于 出品 出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